不想脑梗这两个检查再不富裕也要做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 你是不是总担心去做检查费用太高 检查不到位 没有人愿意得脑梗 但是必须的检查是一定要做的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两个检查 既便宜又实用 对预防脑梗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就是心电图的检查 它能够看出是否有防颤 因为脑梗的发生 其中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就是防战引起的血栓脱落的大脑 第二呢 颈动脉的采潮 能够反映出你颈动脉是否硬化 一旦发现出现了有明显的斑块 尤其是软斑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像这两个检查的项目费用不贵 能够避免你发生危险 给家庭也带来危机 我希望中老年朋友多去定期的体检 发现异常也能够及时的治疗 避免发生危机 血压高的人少做这三件事 避免发生心梗脑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压高的人呢 有这么三件事不能做 以免损伤血管 突发脑梗和心梗 第一就是突然的用力摇头和跳跃 这个动作啊 如果你有高血压 尽量的少做 这些动作会引发你的血压升高 加重了头晕头痛这些症状 很容易出现意外 那我们平时可以循序渐进的 慢慢的活动做这些动作 不要一下子剧烈的去做 第二呢就是避免洗冷水澡 冷水呢会使血管急剧的收缩 也会升高血压 第三呢就是突然的用力 比如说便秘的患者 为什么一定要保持大便通畅呢 他会用力的排便 很多的视力表明啊 这个情况下就会容易发生猝死 导致了血管的破裂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以上这几点 三种水果经常吃血管顺畅全身轻松 大家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人体新陈代谢的功能就逐渐的下降 血管内的垃圾就会堆积 时间久了呢就容易导致血管堵塞 从而增加了心梗啊脑梗的发生概率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三个水果 大家记得经常吃就帮助你清理血管内的垃圾 第一呢就是苹果苹果呢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这些大脑所必须的营养素 苹果当中的钾对保护血管也有很不错的效果 还能够抑制低密度脂蛋白氧化 降低中风的风险 第二呢就是新护士 新护士含有着泪红铜能够软化血管 帮助我们保持血管的弹性 第三呢就是香蕉 香蕉具有平稳血压减少血管堵塞的效果 这以上三个水果你爱吃吗 脸上突然出现这三道横纹 你的心脏正在向你发出警报 大家好 我是赵也昊教授 心脏出现问题啊 在脸上最准确的反应点就是鼻根处 叫心脏色部 如果出现颜色上的变化 或者是有相应的一些皱褶 都可能会提示有不同程度的心脏疾病 心脏色部这个地方呢 一般会出现三道皱褶 一道会在这个地方的上方 一道呢当然在中间 一道呢在它的下方 这么三道 如果三道全部都出现的话 它代表了你的心血管呢 有堵塞的情况 50%以上 大多数会是这个几率 如果心脏色部这个地方出现了颜色的变化 也暗示着疾病啊正在发生 比如说出现苍白色属于心气虚 蛋白色属于心血虚 这个地方如果出现黄色 而且还有很污浊的这种光泽 是代表着有寒浊 往往肥胖的病人呢会出现 如果心脏色部这个地方出现青紫色 代表着心脏的淤血就很严重 如果不及时的疏通 往往会堵塞动脉血管 出现心脚痛啊心梗这些情况 心脏有问题 手脚先知道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刷到这条视频呢不要怕走 跟着我一起检查一下自己的手胳膊腿脚 看看你的四肢有没有以下这些症状 第一呢就是手之间和脚之间呈现了青紫色 医学上呢叫紫肝 如果在没有外伤也不是身处高原的情况下 手之间长期的发肝发紫 就要考虑是不是因为心脏病而导致了末梢缺血缺氧了 第二呢就是脚面和小腿的水肿 下肢的水肿是心脏慢性心衰的变形表现 第三种情况要观察 手指和脚趾是不是有一些像米粒或者豌豆大小的肿块 这个肿块呢成紫红色或是粉红色 轻轻的按压的时候还有一些疼痛的感觉 在医学上这些小肿块就称之为是奥斯勒结节 它是心内膜炎的重要标志 一旦发现了就要及时就医来诊断和治疗 但是呢上述的症状只能作为参考 要想进一步的明确病情 还要去医院进行专业的检查 身体自带的救心丸 心脏不好多按这几个部位 这个部位又称之为是心脏色部 在我们两个内眼角之间鼻根的这个部位 当出现心胸憋闷气短或者是心慌心跳的时候 可以用我们的食指用力的去按上一分钟 能够有很好的缓解症状 第二个部位呢就是劳宫穴 这是属于心包经的 所以心脏不好的人呢 经常按揉劳宫穴 握拳中指指按这个地方 这是劳宫 像高血压失眠睡眠不好 经常揉按这个血就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的健康 第三呢就是内观在腕横纹上两寸三指这个地方 它是守护心脏的一个重要关卡 两边有劳宫还有内观 这样一共四个再加上我们心脏色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仅仅是有治疗作用 而且还可以通过这个部位呢观察到一些心脏的问题 心脏不好啊可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了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心脏也不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希望这个视频科普对大家有所帮助 血脂高不能只吃药 以下三点很重要 大家好我是赵一浩 今天呢教给大家三点 能够帮助你更好的控制血脂 防止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第一啊血脂升高 不能上来就吃塔丁或者是阿斯匹林 首先要明确病因 比如有些甲碱啊糖尿病啊肾病综合症肝病 这些都是引起体内直带一些异常紊乱的原因 诱发这些指标增高 这时候呢如果你只吃塔丁 指标不知本 第二呢是在饮食上尽量的去选择 像鸡肉鱼肉这些所谓的白肉 少吃油脂丰厚的这些肥肉 多吃一些像玉米小麦的粗粮 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说是减少啊并不是零摄入 第三呢不要以为血脂高 但没有症状就没事 因为不管是甘油三脂高 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 对血管的损伤都是持续性的 对于心脑血管的威胁也是不断增加的 这时候积极的用药没有错 但是上面所提到的搞清楚血脂高的原因 结合健康的饮食和积极的运动 从根源上把体质调节过来 是非常关键的 希望这个视频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气血不足记住以下三个方法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气血不足啊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 要从根本上调理好气血 要记住以下三点 第一呢调理脾胃 因为脾胃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所以调理脾胃呢 就是调理了气血不足最基本的方法 第二呢远离寒邪 寒邪让我们的气血凝滞 经络不通 气血生化受阻碍 所以啊天气寒冷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保暖 综合这么以上两点呢 脾胃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内经上说 中焦取质变化而斥 是胃血 所以有了好的脾胃 还要有脾的韵化 功能好吸收好 才能更好的变化成气血 让它充足 这第三呢就是要调理好肝 肝是藏血的地方 血充足了 血没地方藏也不可以 所以保持肝的 粗通调打 如果你干育了 脾就虚 就不能够更好的 使你的气血充足 所以切记生气 切记熬夜 另外呢 一定要避免过度的劳累 伤及气血 大家都记住了吗 腾脉长斑块 头上会先知 三个异常脑梗在靠近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头部出现这三个异常 一定要警惕 可能是脑梗慢慢的在向前进 第一呢就是出现了记忆力下降 颈动脉或者是追动脉有斑块 会导致头部供血减少 脑部缺血缺氧 长期就会造成脑细胞的功能下降 使大脑无法正常运转 导致有些患者出现思维迟钝 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下降这些情况 第二呢就是头晕和头痛 长期的大脑缺氧就会使患者出现头晕 还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的扩张 所以会导致头痛 第三的症状就是看东西有虫影 或者是事物模糊 头部的供血啊 用来支撑眼睛的用血 一旦头部供血不足了 眼睛就第一时间出现症状 控制视觉的中枢机能就会下降 出现事物模糊 或者是看东西虫影 有的人呢会出现一过性的黑蒙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要多多注意 如果出现了以上的情况 一定要及时的寻求治疗 虽然说当前的医疗技术都比较发达了 但如果一旦出现了脑梗 瘫痪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心肌缺血记住三不做 大家好 我是赵一号 心肌缺血呢 是新功能下降的先兆 经过了一阳二阳的很多人 都会感觉到有心慌心剂 浑身没劲 如果不加以控制 很可能就造成了一些更严重的后果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三个注意事项 心脏才能不受累 第一呢就是吃饭别吃太饱了 很多心脏不好的人都会有心肌缺血 比如说吃饭吃的特别的饱 大量的血液呢就到胃肠去参与的消化工作了 这个时候呢心脏的供血就不足就减少了 这样的心脏的负担就会加重 所以说暴饮暴食和饱餐都有可能造成心脏的损害 第二呢就是走路别太快 运动呢要舒缓 很多人在重病之后啊 甚至感冒之后 还都会出现体力下降 这其实呢是身体在进行复原的阶段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做剧烈运动的 否则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第三呢千万不要着急情绪激动 会导致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 交感神经兴奋 就有可能让我们体内的血管斑块变得不稳定 诱发心脚痛心梗脑梗的风险 以上这三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 告诉你一个秘密 脑梗最怕的三件事 刷新你的认知 如果不想得脑梗 一定要知道脑梗怕什么 其实脑梗呢它有三怕 今天这个视频详细的分享给大家 我们知道呢脑梗是三分靠智 七分靠痒 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去伤害它 其实就是在保护它 第一呢脑梗最怕什么 高油高盐的饮食 如果你长期摄入高油高盐的这些食物 血液就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粘稠 粘稠的血液就增加了血栓形成的风险 脑梗几率就随之增加了 第二呢怕四高 临床上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是脑梗常见的危险因素 第四高是什么呢 就是同型半光氨酸高 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 如果同型半光氨酸这个数值高的话 是脑梗的独立危险因素 也就是说这个指标高 一定要预防脑梗了 需要尽快的去干预 第三呢就是烧烤的食物 这类食物中呢含有大量的盐 由于长期的摄入就会导致血管的硬化 容易引起血栓 增加血管壁的狭窄 从而引发了心脑血管疾病 脑梗有先兆 警惕这三点 教你一招轻松识别 大家好我是赵一号 在世界范围内有这么样一种疾病 同时具备了高发病率 高死亡率 高质残率 而且高复发率 这四大特点 这就是中风 我们通常所说的中风啊 指的是医学上的脑促中 它有两种 一是缺血性的 一个是出血的 缺血性的脑促中呢 又叫脑梗 脑梗呢往往会在发病前 7到90天内 出现中短暂性脑缺血的症状 今天呢就告诉大家一个 来识别这个症状的方法 中老年朋友一定要认真看完 这就是呢 由中国促中学会 柳叶刀神经病学杂志 中风120网站 同时发布的 120三步识别法 一呢指的是一张不对称的脸 如果你照着镜子发现自己脸歪了 赶紧警惕 二呢指的是 单侧的上肢和下肢无力的情况 零呢指的是聆听 就是你能听到他口齿不清的这种情况 这三种症状一旦出现 有可能就是脑梗 要及时的就医 中医研究脑梗 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有着成熟的治疗理念和治疗手段 如果你也有以上脑梗的先兆 要尝试着赶紧中医治疗干预 长案三大穴位 无病一身轻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三个穴位 对我们睡眠改善非常有好处 而且还能够调节我们的心脏 第一个穴位呢就是内观穴 它是属于手绝因心包经的 在手掌关节横纹的中央 往上面三指的宽度 这个穴位呢可以解除疲劳 改善胸痛心悸 对心脏很有好处 不管你是心动过速啊 还是过缓 关心病都能够直接调节心脏 第二个穴位呢就是神门穴 是在我们的小手指方向 神门穴呢顾名思义 是神的门户 如果出现了睡眠不好 神不守舍 神回不到心去就会睡眠不好 这个穴可以有效的改善睡眠 第三个穴呢就是我们的头顶上百会穴 百会的找法呢是通过两个耳机 向上头顶正中心的位置 三个穴的组合是改善我们睡眠 极好的穴位 没事的时候把这三个穴多按一按 睡眠好了才能更好的调节身体五脏六腑的功能 才能使你身体健康 这些中医的窍门啊 大家都学会了吗 坚持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记住这个穴位没事呢按一按 缓解高血压 如果脑筋急转弯我问你啊 我们身体上就这一个穴 按它就可以通畅全身的所有的器官经络 让气血通畅这是什么穴 耳穴 因为我们人的耳朵呀是一个倒置的婴儿 全身的缩影都在这个耳朵上下面是头上面是尾 所以在耳朵上呢遍布了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如果把你的耳朵经常的按揉 让它变软 就像你用手去按摩我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一样 全身都得到了畅通 耳朵呢虽然小 它关联的穴位可真不少 我们身体里边组织器官在特定的反射区 我们用手没事的时候就要搓 你看你的两个耳垂把它弯下瞪一瞪 多捏一捏 这可以起到一个明目的作用 我们耳尖上啊背后有一个降压钩 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就是你多揉这儿 可以起到一个辅助降血压的作用 耳朵要软身体才好 硬的一定要把它揉软了 赶紧行动起来去揉耳朵吧 多病病存 一医多治 中医治疗有优势 大家好我是赵一浩教授 前两天呢在门诊有一个患者 拎着一大包的中肠药 他说这些药啊都是大夫上吃的 这个药呢是治灌心病的 这个药呢是治脑血栓的 这个呢是治便秘的 那个是治疗失眠的 这么多种药 不说每天吃起来一大把一大把的 会不会损伤脾胃 就说这些药物之间呢 它是不是会有相互的作用 药效相互的叠加或者是相味相反 同时呢吃起来也会有副作用 这很让人担心 中医强调整体观和辩证论质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脏腑在功能上呢是相互协调的 病理上呢是相互影响的 中医治疗不要针对某一个症状 或者是某一个疾病 而是以统一的症来制导治疗 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身上有多种的疾病和症状 但是他的症只是一种或者是两种 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我们要变症去论治 这个症呢是盐字旁的这个症 只要辨别准确了这个症 才能对症下药 才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如果你有多种的疾病和症状 那每天服用大把大把的药 可以尝试一下中医的整体调理 相信会有不错的效果